明朝末年,一个起义的农民领袖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然而登基不久的他却屡战屡败,最终兵败九龙山。 大明顶底的闯王到底是兵败被杀,还是隐盾逃脱? 暴秘,明揭开,李自成失踪之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81年元月,湖南石门,当地的考古工作者在贾山寺附近发现了一座古墓。 这是一座一墓三穴的墓葬。 这种少见的墓葬形制立即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兴趣。 从发现的碑文中他们得知,墓主人是一位名叫奉天大和尚的人。 而根据时间和随后出土的一些陪葬品推断,一切的证据又指向了明朝末年的农民企业领袖李自成。 然而这跟史料的记载却恰恰相反。 根据明清两代的官方资料记载, 公元1645年,李自成兵败九宫山,被当地香油所杀。 难道史料的记载都是错误的?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风气云涌,一个出身贫苦的陕北农民率众揭竿而起。 公元1644年,他率领百万大军公道自尽城,崇祯皇帝在景山自杀。 历经276年的大明王朝,画上了一个句号。 那个昔日曾经饱受苦难的普通农民,最终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并建立了大顺王朝。 他就是中国历史上威名赫赫的闯王李自成。 然而就在北农登基后不久,吴三桂引清军入关, 李闯王的命运再次骤然逆转。 在清军铁骑的围追堵截之下, 李自成一路难撤,逢战必败,退步成军。 这一天,李自成逃至湖北九宫山, 与前来追杀的英亲王阿基格再次激战, 几乎全军覆没。 逃亡路上,李自成又被当地相拥截击, 随行步众,四散逃逸。 他也单枪匹马落荒而去。 然而险峻陌生的九宫山, 让逃亡变得异常茫然和艰险。 童恩义,湖北大学历史教授, 对中国明清的历史做过极为深入的研究。 李自成最终的下落结局, 强烈地吸引了他的好奇心。 在几年的时间里, 他曾无数次亲抚九宫山实地考察。 在考证之后, 他对当年的情况做了这样的推测。 李自成刚刚翻过这个牛津林, 到达这个小月山这个底下。 小月山的这个下面, 就是当时的居心的一个寨子。 居心的这个响影们就在那个围墙上面, 就朝底下这个放蹭, 蹭就是头枪了, 就是放层上头枪, 就是摇尖那海, 李自成就不能进了。 进不能进, 退不能退。 把李自成杀死了。 这就是今天位于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境内的闯亡林。 据考证, 李自成当年就是逃到这里后, 落难被杀的。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佟恩义在《新世祖实录》第十九卷中, 却发现了一段记录。 当年负责一路追缴大顺军的殷亲王阿启格, 在九宫山之战后, 曾马上表揍蜻蜓。 报告说, 李自成逃跑后, 被九宫山当地乡民包围, 无法脱身, 最终上吊自杀。 阿启格的周报, 第一次周报, 它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贼人一灭了, 这个军队也被打垮了, 那就是说消灭了李自成。 因为李自成被当地乡勇所杀, 地点在深山之中, 清军又不在现场, 因此在奏报朝廷李自成被杀后, 被慎重起见, 阿启格还是专门安排认识李自成的人前去辨认尸体, 结果却出乎意料。 他说是论诗, 论诗呢, 有思绪模变, 就诗已经腐朽了, 那么清道的是不是李自成。 结果他又有第二个周报, 第二个周报呢, 就说得更含糊了, 更不清楚了, 因为找不到尸首, 就说李自成死了, 你找不到尸首, 咱们都进去了。 验尸的结果, 竟然是因腐烂而无法辨认, 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结果, 他的不确定性, 不仅可能改变李自成的最后命运, 就连其他当事人, 也将遭逢命运的突变。 阿启格的第二份周报到达北京后, 摄政王多尔滚在阵容之下, 对他的谎暴军情进行了严厉的训斥。 先前你说李自成被杀死了, 但是现在又扶他逃跑了, 你怎么能这样欺骗朝廷呢? 因此胜利班师还朝后的阿启格, 不仅没有得到封杀, 还因为欺狂罪, 由亲王降为郡王, 罚银五千两, 但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阿启格自己也不会想到, 死后他的人生, 会继续因为李自成而跌宕起伏, 最后禁止天翻地覆。 处罚了这个阿启格, 很快阿启格就平凡了, 把他降为郡王, 降为郡王后来又很快就升为亲王, 又回复亲王了, 甚至遇到杜日滚临死的时候, 把他当为最清醒的人。 阿启格的再度升迁, 似乎是清平被他的欺狂罪犯了案, 透露出清平可能最后还是相信李自成被杀了。 但是到了乾隆四十三年正月, 一道御旨却彻底改变了阿启格家族的命运, 御旨重点提到阿启格, 网追流贼, 狂暴一死。 死后清平谁也没有再为阿启格翻案, 也许这才是清平对李自成下落的最终态度, 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有关李自成的最终结局, 除去青史中的相关记载外, 还有当时偏安江南的南明朝廷, 对他们而言, 任何人都可以忘记, 唯有李自成, 这个让他们国破家亡的人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这次事件的主角则换成了南明湖广总督和藤礁。 和藤礁也有一个向南明政府的一个周报, 这个周报呢, 就是说李自成已经死了。 民史何藤礁传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这样的描述, 南明皇帝大习, 立刻封何藤礁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上书, 仍总领军队, 但是却暗自怀疑李自成没有死, 原因就是何藤礁的调查结果也与阿启格一致。 这是通山县组织的一次文物普查行动, 任务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寻找文物线索, 并无明确的目标。 按照事先掌握的情况, 他们即将抵达的是一处早已毁坏的寺庙遗址。 然而这次例行的普查工作, 却让队员们有了意外的发现, 这个发现则可能成为李自成结局考证工作的重要证据。 首先我们发现那是一个挺不错的地方, 前面有些台子,树木竹子都长得非常好, 它适合一个庙域的建设的地方, 但是看到这个庙域呢, 到处都是长墙断壁, 杂草众生, 我们就发现了好像有一个铁钟的顶部, 露在这个砖石碎瓦堆的上面。 这样呢我就雇了两个民工, 花了三十块钱, 让他们帮我们掏出来。 在挖出铁钟之后, 范国干开始查看并摘录铁钟上的名文, 突然间几个字映入他的眼帘。 当折禄到崇祯十七年, 创贼巨安, 身愧无疑安幼山野的时候, 我的心动了一下, 感到这似乎有些什么格外有用的价值。 根据经验, 有人提出在寺庙里一定还会有功德碑。 再次寻找之后, 结果与预期的是一致的。 就是表面上看着也像是石碑的几块石头, 五六块的, 把它们拼起一看, 它们仍然也是一块碑, 这块碑叫摩阿易多碑。 我们接着就读这个碑的碑文, 果然在这个碑的第二行, 还是第三行吧, 也有这个崇祯之末都遭闯剧的这一段文字的记载。 事实上, 大顺军进驻通山境内是早有记载的。 在康熙版的通山限制中就记录了, 顺治二年五月初四, 闯贼数万入县, 回路四境的情形。 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义的。 尽管东台寺忠明和碑文的发现, 从侧面证实, 大顺军部队确实曾经到过九空山。 但是是否就此可以断定, 李自成一定就在其中呢? 闯贼不是李自成的专用名词。 就是说李自成的任何部下的一股军队, 一个降临, 在一般的记载里都可以把它叫做闯贼。 你怎么能说闯贼两个字就是李自成呢? 在明史的记载中, 李自成兵败九空山, 被当地乡民陈九伯杀死。 这个陈九伯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在九公山大屋场, 我们找到了这间古屋, 据说这里就是几百年来陈九伯家族所属的宗族寺堂。 在成世宗谱中, 我们找到了一个叫成安斯的人, 他就是被后世所熟知的成九伯。 在对他的记载中写道, 顺治元年, 假身, 叫闯贼李延与牛纪令下。 并且成九伯把首级猪盔龙袍献给了清廷委任的湖广总督同军们。 按理说, 任何人都不会放过这个暴公灵赏的机会, 而成九伯的反应却有些奇怪。 这插得很紧, 这仙罐高级了, 就跑到那个牛级岭那儿去, 跑到月亮岭那儿去。 打死的不是城市吗? 成九伯吗? 打死就给成九伯说, 啊, 你一位打死的这个人呢, 就是李自成, 有赏。 可是这个布告啊, 很早就出的, 就贴出去了, 但成九伯一直没有敢去领赏。 你想为什么? 因为他打死的锦印和龙袍, 写的都是李延。 所以你要, 所谓冒功啊, 你要杀头的, 在那一阵啊, 所以他不敢去。 然而在城市宗府明确记载了成九伯, 将死者的首级, 珠盔和龙袍, 这些重要的物证, 已经全部交到同军们的手里。 而在阿吉格的作报中, 也提到当时湘勇曾缴获金印一刻, 那么为什么还是无法证实死者的身份呢? 这不是证明了那锦印上写的不是李子诚, 所以他不敢交, 所以那锦印龙袍朱冠都没了, 那只好掩藏起来, 说最后就是嘛, 对不对? 通山县纸中的记载为, 九伯俱众杀贼手于小圆口, 而城市宗府却是这样记载的, 交闯贼李延与牛纪领下。 没有一个地方明确指出, 城九伯的确杀死了李子诚, 而只是说杀死了李延。 那么李延又究竟是谁? 李延和李子诚又可能是什么关系? 他们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 然而在查阅了米之县制, 延安府制等李子诚家乡的时候, 发现记载李自诚辱名和名字的说法很多, 却唯独没有言字。 那绝对不会是一个人的, 现在这有好几个证明, 一个就按基本的中国人的常识, 还不要什么记载常识, 李自诚的侄子里边的名字里边都必须有总之, 是吧? 那李自诚怎么能含呢? 他其任何名字都不可能和他的植卑, 儿子植卑采用的一个像, 一个字啊, 对不对? 那证明就是李妍就是他的儿子和侄子辈的, 所以他不可能叫李妍。 时间到了1981年元月, 当地的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石门夹山寺大陆西坡, 偶然发现了这座古墓。 此后出土的碑客再次引起龙锡兵的注意, 这是一块名为中兴夹山祖坪红绿奉天大和尚塔明的石碑, 通过碑文, 我们第一次获知了牧主人的身份。 那么吉, 这个和尚他是顺植朽年来到下山的, 那么今儿呢, 他的祭祀门头啊又受宣众, 不是一般的和尚。 一目三学的墓葬行制, 仍在困扰着工作组, 在继续挖掘清理的过程中, 考古人员又在中间墓穴, 发现了一支白底青花磁坛。 磁坛作风细腻, 右面竟然装饰有麒麟和凤红的图案。 这种情况, 的确让人们有一点意外。 但后来把它打开之后呢, 你看到那面是些骨盒, 它没有记载, 是灰射逆子受白美, 终于是那些射逆子, 射逆的骨盒, 但这个射逆子呢, 真正的射逆子, 我没有发现, 就是骨盒。 龙西斌, 湘西著名的考古专家, 从一开始就加入到 这项挖掘考察工作当中。 根据这支青花磁坛, 他模糊地感觉到, 这个法号奉天的和尚, 绝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和尚。 这种磁器发现比较少, 还没有发现过这种 麒麟和这个凤凤的图案。 所以我们认为呢, 这一件磁器并非一般和尚所用。 我们在嘉山石坠这个墨葬的时候, 发现其他几个和尚, 都是用普普通通的瓦罐。 像这样精美的磁器呢, 我们还没有发现。 众所周知, 出家人作画后, 一般是用龛和塔来安置遗体和骨质。 但是这位和尚却违背三规, 按照俗理下葬。 而葬俗又与本地葬俗迥然不同。 与此同时, 压在青花磁坛上的符号奇特的方砖, 到底是什么含义? 也同样让专家们摸不着头脑。 一系列奇怪的现象, 让他们不如地对这位神秘的牧土人产生出浓厚的兴趣。 回望历史, 有多少故事多数迷离, 拨开迷雾, 有多少迷糊迷糊记忆, 阴谋牺牲, 争承, 绝望。 那些来取历史的人, 并想能要的这些东西, 是迷雾黑白真假或错, 明清一大, 皆不足了解的真相。 1992年9月, 在重修夹山寺大碑殿的时候, 维修工人在大殿中部地基里, 突然又发现了一个刻着赤印两字的石龟。 赤那是皇帝搬用的一个名次, 那么这个赤印是皇帝搬用的, 赤印可以作为道家的法器, 但这个赤印他皇帝对你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推弹或考证。 根据鉴定, 这个石龟也是明末清初的。 查阅贾山寺历史的记载, 当时唯有奉天玉大和尚德高望重, 门下有弟子门徒数千之重。 看来这个石龟只有奉天玉和尚才能领受。 一个和尚竟然运用了皇帝的做法, 代表皇权的赤印却埋在大雄宝殿的中央。 这个和尚的身份的确不可轻视。 这个赤印他皇在这个殿堂中间, 即他是作为修建这个殿堂之用, 殿棋之物。 今儿呢, 他也显示一个等级的身份。 为什么? 就是今后你们发现之后, 我奉天玉和尚是个什么人? 1994年2月, 石门附近的一个农民在挖菜轿时, 偶然挖到一块铜牌, 上面写着奉天玉兆色字。 经过鉴定, 这块铜牌同样是明末清初的, 而它显然应该是奉天玉和尚使用的物品。 众所周知, 赵历来是皇帝专用。 奉天玉和尚用赵就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 如此浓重的黄泉色彩, 竟然集中在奉天玉这样一个和尚身上, 这绝对不会是一个普通的和尚。 诸多的泥团让龙溪斌一筹莫战, 无法理出头绪。 然而就在龙溪斌去陕北米之县开会时, 却无意间了解到闯王李子诚的一段历史。 这次经历将使他对奉天玉和尚的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当时明朝认为李子诚是幻想作难与走分有关系。 这样陕西总督汪乔年就排陕西迷之县的鞭大寿去对李子诚的走妇的墨。 那么走妇的墨有一个唐报, 李诚当时埋葬李子诚父亲的军医的人, 他说李子诚的走妇的墨, 父亲的墨当时是三个鞋。 所以后来我们认识的那么这个一墨三鞋是一个人, 也是善北米子的封锁。 与此同步, 奉天玉骨灰台上的方砖也找到了相应的解释。 我也就是狂妇碑, 这个狂妇碑它有一副对念, 身披别斗头戴三胎, 受伤复原世修仁来。 善心米子先给我们寄贡的另外一个资料, 就是善北的人死了之后呢, 男专与瓦, 男的呢就用砖, 女的呢就用瓦, 那么这个妇怒砖也是善北的习宿。 种种迹象表明, 奉天玉和尚极有可能就是窗汪李子诚。 崇祖十六年, 李子诚在其一过程中, 曾经自称奉天倡议大元帅, 与奉天法号相合。 此外赤印, 奉天玉鲁铢同台, 均属皇帝专用, 暗合李子诚大树皇帝的身份。 另外奉天玉墓葬, 违背僧规, 却以陕北民俗埋葬。 而李子诚的家乡就在陕北米之县, 也许李子诚并没有死在旧峰山, 而是出家为僧了。 其实李子诚谗隐的说法古已有之, 最早建于李州志林的记载, 是乾隆史任李州知府的和林, 在书李子诚传后中提及的。 和林在书中说, 有一个姓孙的老先生对他说, 实际上李子诚是跑到了湖南的石门出家了。 于是和林就向很多本地的老人询问, 听他们说李子诚就是从湖北公安, 来到湖南夹山当和尚的, 现在他的坟还在哪里? 充满好奇性的和林, 于是专门来到夹山寺, 寺中因为七十多岁的老和尚, 还记得夹山寺过去的事情, 告诉他奉天玉和尚是顺之初年入司的, 当时没有说自己从哪里来, 但他的声音却像是西北人。 此后又有一个字号, 冶夫的和尚来到这里, 自称是奉天玉的徒弟, 对待奉天玉毕恭毕敬。 当和林看到寺中珍藏的奉天玉一项时, 深深感觉到, 奉天玉和尚的画像与名诗中记载的李子诚是何其相似。 那个时候, 石门县根据李周智林的历史记载, 已经开始寻找和搜集与李子诚相关的各种线索。 既然奉天玉可能就是李子诚, 夹山寺当然就是重点。 果然就在龙西兵和他的考察队, 在寺里的大堆变进行考察的时候, 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吹寺院呢, 急急忙忙地跑到我们那儿去跟我们说, 小农小农, 下面这个木板呢有寺, 第二我就急匆匆就跑去。 在路上, 吹寺院告诉龙西兵, 有字的木刻板是维修工人们从大殿西墙上的一个洞里发现的。 但是因为没有人注意到, 大部分都拿到食堂当作匹柴烧掉了。 当龙西兵再赶到食堂时, 他已经无力回天。 大量的木刻板已经被烧掉了, 但是最后抢救下来的仅剩的几块不算完整的木刻板, 仍然让专家们惊喜不已。 回到博物馆后, 龙西兵和他的同事们立刻开始对着几块木刻板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结果是他们从来没有预料到的。 原来他们发现的, 是后来被证实为奉天玉和尚梅花百云师残板, 和野佛和尚支纳篆树残板, 这个发现让他们感到异常的兴奋。 就是有一首马上梅, 金安玉登马入农, 来去哄化学业, 第三, 后面一个字陀螺呢, 漫塘春色难融融, 这个和尚啊, 金安玉登啊, 那和尚你苟心安玉登干什么呢? 叫东国美, 东国国东头, 取亲三公化真友, 不察当就换同流。 三公, 这个是台司, 台夫, 台宝, 黄姬手下的三个参谋, 在这儿谈真知, 谈君寺, 谈经济, 谈吴。 怎么能在这个地方一三公呢? 所以这个梅花师弟, 发现, 更加证明了, 前人夹山的考证并会所望。 然而不只是梅花百运师, 透露了李自成禅引夹山的信息, 野夫和尚的知纳传述中, 也反映出同样的信息。 黄姬神功万岁万岁, 饶记之人中空皇, 宅渊满朝五暮公圈, 也就是野夫和尚, 赚的, 那么他称他为黄姬, 然后在峡山, 宅渊满朝五暮公圈, 但这个峡山呢, 已经是作为他的这个, 一个一个殿堂, 登基的, 这样一个地方了, 是将近这样一些福于, 与福祥是不相干的, 在随后的几年中, 贾山附近的石门县, 林里县, 里县等地, 又相继发现了永昌通宝同帝, 和著有西安王字样的同志马林, 以及刻有永昌字样的折扇善谷, 这些东西的面试, 也从另外一个侧面, 印证了李自成的禅引。 这个当然就对我们这个佐镇呢, 奉献于是不是李自成呢, 有一定的用处, 提供了一种石墨的证据, 说明了这个大顺军, 就是围绕着加山这个地方, 以加山为中心呢, 围绕着这个地方呢, 任然呢, 这个准备登山再起。 让人惊异的, 还有另外一个事实, 林里的蒋家, 有许多船式的文物, 包括香炉, 酒杯, 玉雕等很多珍贵的玉器, 经鉴定, 均为明末清出的器物。 这些工艺超群, 价值连成的宝物, 集中在加山这片山区发现, 不能不让人怀疑他的来路。 相传, 蒋家原本姓李, 为躲避清廷的追杀, 才感性蒋。 当代著名作家丁玲, 既为林里蒋氏一脉, 他曾说, 自己就是李自成的后人。 只有李自成的, 才能够带过来, 其他想象没有人在外面做大官的, 怎么能得到手中呢? 面对无法抗衡的满清八级令, 早在大盛军从北京撤退, 李自成就有了希望能与南明联合抗清的想法, 但自己是诸明王朝的死敌。 南明朝廷以报军复仇, 连清跑贼为举国大纲, 所以一直无法实现。 在遭遇武昌战役的失败, 面对大顺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如何决断已经是刻骨容缓的事情了。 根据现在的综合分析, 我就认为在武昌, 恐怕有些牧师就给他出了主意, 让他隐退, 而且让部下去联络南明, 跟南明谈判, 合作。 他只有这两个势力结合, 他才可能在当时就在力量对比中, 他认为可能才能和清代有力量击对。 也许是李自成的确采纳了谋事的意见, 选择隐退, 在这样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怎样才会是一个最为稳妥的退身之策呢? 李自成选择了出家, 这在当时也许确实是一种明智之局, 而另一个原因, 似乎和李自成幼年的经历也有一定的关系。 李自成的小时候, 从幼岁的时候到十岁出家了四年, 当和尚, 命名为黄那一生。 所以有几福学研究者认为这也是还原, 还一世的本来面貌, 还他的本来面貌, 他与佛有缘, 从小出家到最终老了之后又出家, 认为是他的一个缘分, 与复朽的缘分。 李自成最终出家为僧, 出家的地点选在了湖南夹山县, 这个地方也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的。 当时夹山的是三部馆, 一个是清朝馆布鸟, 第二个是明朝南明王朝馆布鸟, 第三个是投家筹, 什么是投家筹啊, 是湘西的门父, 投家筹也管不了, 那么这个位置很重要, 他今来口供, 光动情平原, 动情符合江汉平原, 推一口湘西边, 推一口守, 是这样的一个战鸟的地位。 李自成很有可能在武昌战役之后, 就暗中引顿出家。 此外, 李自成特意安排一个和自己吉祥的亲随, 在九宫山被杀, 让他的消失变得更加合理逼真。 而李自成本人竟直从武昌南下来到了夹山。 简落凡尘的李自成表面上看破红尘, 心中此刻也许正是倒海搬江。 在夹山茶饮后, 李自成仍然胸怀天下, 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 与大顺军余部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继续在幕后指挥着他的部队, 联名抗亲。 奉天玉兆铜牌则成为最直接的证据。 奉天玉和尚却有其人, 但奉天玉兆, 这就更加证明了奉天陈明的皇帝, 那就是奉天玉大和尚, 奉天玉就发现了这个招, 那奉天玉和尚就等于李自成了。 然而就在这一切看似水稻渠成的推论背后, 却又面临着诸多无法解释的疑点。 首先就是关于奉天玉和尚, 从何处抵达夹山, 以及抵达的时间。 他说是从四圈到湖广的, 李自成没有这个经历, 一生当中没有从四圈到湖广的这个经历, 那当然不成李自成。 另外一个例, 他说是殉职九年到达夹山, 可是李自成是在殉职二年的五月, 这历史上就没太记载了, 没太中营了。 那么五年到九年之间, 他到哪里去了? 在奉天玉夹山出家的历史中, 他与当地官员的交往极为密切, 而这显然与他的身份有些不符。 李自成的相貌特征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三百口音, 四十多一点, 一个眼睛下了, 这样相貌特征, 那官员们就没有这个警觉心, 那不可能。 而奉天玉和尚的名显与当时的传统碧会也有矛盾, 这同样让人产生怀疑。 因为奉天玉啊, 他有一个罚号, 罚号叫名玉, 名玉这个不合理, 因为名玉这个李自成的祖先有一个名字, 被祖会, 被祖会, 这个当时那个时代这个祖会啊, 是绝对不可以放会的, 要放会的话, 那就是不孝。 作为反映奉天玉和尚身份的奉天玉照铜牌, 仔细想过后, 这个直接证据却又似乎嫌疑最大。 奉天玉是一个公开的身份, 在当地和当地的官员关系都很好, 甚至于修复这个奉天寺的时候啊, 夹山寺就是, 夹奉天寺的时候啊, 当地官员还赚了钱了, 就是关系很好嘛, 来来往往的, 关系很好, 关系很好的人下面还有个招, 是吧, 你就不怕包了吗? 特别重要的是, 如果李自成果真退隐出家, 暗中指挥大神军渝部继续作战的话, 必然是调度友方, 行动统一, 事实却并非如此。 从他的渝部看, 这个生活呢, 又祥亲的, 又祥明的, 祥明又祥亲的, 祥亲又祥明的, 或者祥亲祥明之间的, 要排会不定的, 从这种局面来看的话, 那李自成不战, 李自成要战的话, 不会出现这种局面。 李自成逝去下落后, 闯忙于部, 几经徘徊, 终于走上了联名抗清的道路, 康熙元年, 清军开始大举围剿, 李自成的亲属赴救, 速将老族, 最终被清军一网打尽。 复巾之下, 焉有完卵, 此刻, 尹顿夹山的李自成, 难道不会暴露行迹吗? 而依据奉天御和尚母之名, 奉天御和尚在此后十多年, 才寿终正亲。 那么奉天御和尚究竟是否就是引论出家的李自成? 史学界最终没有定论, 所有的研究推理终究是一种猜测, 但是不管真相如何, 李自成从一个贫固农民到率领起义军, 推翻大明王朝, 最终登上皇帝宝座, 在历史上, 留下了浓郁重的一笔。 四岁登基, 在位三十四年, 却无法掌握自己和国家的命运。 他身为皇帝, 竟受尽驱离, 他力图变化, 却深陷空间。 他的突然死亡给后世留下了百年之谜, 是病重不治, 还是仇家下毒? 敬请收看, 悲情定义。 可疑是不配的, 而是亲自的乎派手宝座, 殆天除了一笔。